好,那各位同學不好意思,就是今天又delay到一些時間,那大家可能下課時間稍微少一點 那我們今天預計就會上到大概5點半,或可能5點40左右 那其實因為今天那個從新竹開來路上下大雨,然後塞車站比較久一點,所以有點delay到 大家不好意思,然後也感謝大家上禮拜的體貼,因為上禮拜我確診 那上禮拜確診,所以我們4月1號因為連假停課,然後4月8號因為我確診停課 那就是我們預計在接下來,就是4月接下來包括今天有三次的上課時間 那希望這三次的上課時間就是可能都是預計從1點到5點半上課 那今天是,好,今天下雨我不知道會是在塞那麼久的車,可是在新竹我塞 我新竹塞到湖口已經1點5分了,就是大概這樣 那也提醒大家就是還是要保護好你們自己,然後我現在沒戴口罩 因為我禮拜二我已經快塞一條線,可是我還是有一些症狀 就是半天睡覺的時候喉嚨會乾,然後我可能講話也沒辦法你去講太久 所以今天的課程大概就是我可能會先講一個小時左右的課 然後就換三組同學的課堂報告,然後三組同學課堂報告完之後再換我再講 把剩下的時間講完這樣子,因為我可能沒辦法,這個禮拜很快連續講太久的話 那就大概會是這樣子,所以等一下,等一下就是我們可能預計大概可能 座教宿在兩點半的時候可以下來,然後就預計兩點半先讓就是4月8日應該要報告有一組同學 以及今天兩組同學會進行報告總共三組這樣子 4月8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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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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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我們下課之時再一起先確定一下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然後就是從今天4月底 包括今天有三次上课,刚刚有说预计都是从1点上课到5点半 因为大概下次会有两组课堂报告,然后再下一次也是三组 所以希望大家也是准备一下,然后要记得在礼拜六零点前 也就是礼拜五晚上你睡觉之前,要请你记得上传今天的课堂报告 因为这个有没有准时上传,跟有一些分数会有关系 就如开学一概所讲,请大家记得要上传 凡是课堂报告学习心得单跟补课心得都是礼拜五,也就是礼拜六零点要上传 因为开学的时候曾经有同学有跟我讲过说,可能有一些临时的大事件会请假 那你如果因为有一些大事件会请假的话 然后你希望小交补课心得的时间可以稍微delay一点 请你记得的记性跟我跟助教再确认一下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收你的补课心得可能会死 因为你这个是可以,就是已经预先排定好的大事件 比如说你要去conference之类的,那就请你先跟我们描述一下 那其他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今天没办法来 或者说哪一次没办法来,你没办法有实体出席分数或线上同步的分数 但是就一样是follow下一个礼拜五前的补课心得缴销的制度 基本上就是没有特别因为请假而有分数的情况 除了我可以任性以外,大家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说真的,比如说像你如果像我一样确诊 比如说你今天没办法来 然后你下礼拜五前,像我这次确诊大概是前三天都发高烧 就39点多度,然后后四天,那个喉咙像千刀万划一样超级痛 只要那个吸药的止痛料只要一消,我就快崩溃了 那如果你是像我这种状况,你真的没办法在下礼拜五前 及时的缴销出补课心得 那就请你提早跟我跟助教讲 这个补课心得 因为补课心得的重点是希望大家有上课有去想事情 然后有把一些notes写下来 其实最重要是让我知道说你有学习到智堂课 那这个给分数的动机主要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确诊的大概八天 那你在下礼拜五前真的是交不出补课心得 你想再演一个礼拜,这个是可以讲的 在礼拜五前事先跟我跟助教讲的都ok 那这个基准就比照于就是 如果你比如说因为你这个礼拜要去conference 或者你要去有什么家里有什么真的什么大事 你可能需要有两三个礼拜不在台北的话 这种模式可以临时先跟我们讲的 那就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今天我们就是接续的这个 对,然后我快在礼拜二十一条线 所以请大家放心 那不过这事实在是超严重的 这是我去诊所的时候说 那个其实确诊人数 因为现在已经发流感化了 所以其实确诊人数非常多 那我这次像是我自己 我自己周遭的这个工作生活 我知道存在家大概就可能有三四个人 左右就是都确诊 然后大概共同点就是火龙和宝头 就像千刀万划一样超级痛 那就请大家也是留意这个确诊 好,那我们就接续的这个Lecture 2 然后Lecture 2这边 这边内容是上上的学期层没有上过的 但是这学期我已经把整个Lecture 2 跟Match Builder 跟Pulse Wave Home相关的事情 我已经把它做得比较完整 那所以大概有后半部的内容 是上上学期的同学没有上过的 那前半部分是上上学期 如果你有求过课 或在线上看过我的课程的人 可能你都有大概没有听过 那就看你们自己拿捏这样子 那我的这个上次呢 我们就是有起个头 好,上次我们就是有起个头 今天就是简单recap一下 就继续向前走 那上次就是最后有讲到 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说 就是我们的这个考虑这个Pulse Wave Home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Discrete Time的 这个复数的这个基础上来看 也就是说我们先不要去管说 你今天你讯号打到空气中 其实它是需要被承载在一个carrier frequency 或者你说它是一个operative frequency 那我们基本上就假设说 你今天你的讯号已经接收下来了 在你的接收端 你也从它电路把它降到基频 然后基频经过ADCF一样 你就直接去看待这个所谓的数位讯号 Discrete Time的那个比善讯号的这个样子 那就像这整个系列的课程里面 我们一开始都有讲说 我们尽量就是会以这个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这个Discrete Time的表示来表示讯号 因为这堂课当然也比较跟有其他的 以前一些比较学历的课 有个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很强调说 我们希望今天你在这边所看到的这些讯号表示 虽然有时候数学真的是蛮多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真的在现在的数位电脑世界里面 你是可以去实现 至少就是说你做电脑模拟来讲 其实就是这样做 你如果今天你处理的需要是XLD 这个东西是课本习惯性的表示 也就是最基础的Continence Time的表示 当然这方面表示有帮助于你去理解概念 但是大家如果说你已经有做过一些 DSP相关的模拟 或者是通讯系统相关的这些无线通讯的模拟 你也知道说在电脑世界上 我们其实真的能做就是这种Discrete Time 或Digital Signal的这种的表示 那这边就大概说整个投影片里面 除非有很特别就是说要强调什么概念 我们真的为了方便解键 采用那个Continence Time的表示 不然你都可以认识 我们就是会用这种中括号 这个N代表Time Index的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Genial的表示方式 那今天基本上我们考虑就是说 我们这整个Lecture 2就是要考虑说 你Data要怎么样去设计这个Pause Waveboard 然后我们用这个Discrete Time Signal的方式来表示 那这个Pause Waveboard有很多种 然后就像上次在课课整个Lecture一开始有讲过说 你今天这门课就算你什么都忘记了 请你至少记得说 有一个东西叫Linear Frequency Monitoring 简称也可以叫做是Chirp的Pause Waveboard 因为它是最常被 现行的Ladar系统所使用的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记得 那如果你有做一些相关的 最佳化的研究 你可能也会发现说其实有蛮多的Literature 蛮多的文献 它其实是在探讨说 你对于一个Ladar系统 你的Optimal的这个Pause Waveboard 要怎么去做Design 那这个东西其实包括像 我之前在研究所所做的研究里面 也有蛮多都跟这方面相关 那其实这个怎么设计呢 就是在这个Liter里面 像是大家上次在这一页所看到的 这几个我们想要去考量的一些切入点 其实这些切入点你都是可以把它写成 是用数学的方式来把它表示出来 那你怎么样把这些定性的描述 转成用数学的这些Close Form 比较specific的表述 你如果具备这个能力 你就可以接着用这个数学的表述 来formulate一个Optimal Regency Problem 那这大概是 如果你有说最佳化的课程 或者你的实验室 跟这个最佳化设计有关系 你可能大概会知道这个Sex 那当然我们课程上 主要就是希望把这个物理意志 先让大家知道说 有这些面向的考虑 好所以这边快速recap一下 就是我们大概考虑的这个 不管你考虑什么样的Pulse Wave 基本上它都可以归属于 在这个Equation 1的这一个Generative Form 里面 那就像上次所讲的一样 就两个礼拜前所讲的一样 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 其实是这个Explorium J 大写5N这一项 因为通常在雷达的讯号里面 A、N 我们因为不像通讯系统一样 会承载一些random的data 以至于那些random data bits 会变成一些 比如说什么QPSKR 規模矿码 256矿码之类的 我希望我的这个Temperative 如果我把它normalize的话 它就是always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听过像OVDM的系统 有一些什么PAPR的 基本上就是说雷达系统 就是让它PAPR 就是always等于1 那这样子可以保证说 我今天transmere端的 这个PowerM 打出去的功率是最大的 因为它并不需要考虑有这些 因为随机的biz 随机的这个Majerated Symbol 所造成的这个 一个Dynamic Range的考量 它基本上就是把它 顶到码打出去就对了 那所以基本上 我们所考虑的 这个PAPRs waveform 主要是设计的 设计的切入点 就是在这个Explorium J 5N的这个 5N这一项 你可以随着时间它会不同 这个Biz 项子会随着时间 可以不同 那它这里面所隐含的 就是说你是在Biz上面 或者是在FreeInput上面 你可以去做Modulation 那所以就是说 你今天考虑说 在这个File的N上面 做Biz for FreeInput Modulation 那你当然可以说 我今天在Given一个Pause裡面 也就是所谓的IntraPause裡面 我就对它去做Modulation 那这个东西就是最著名的 就是刚刚所讲的 就是这个Linear FreeInput Modulation 简称Churber的这个Waveful 虽然这个Churber 也就是说这个LFF 其实我们在这个 投影片的这个 第二个部分会想讲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有这回事 那像是这个IntraPause Modulation 还有就是说 你今天是不是可以 单纯去想说 我对这个FileN 去做一些像是Coding的方式 就是说 我今天是不是有提到 FileN 它可能就是只有 两种的选择 那它 也就是叫做 By-Face的Coding 或者说它有两种以上的选择 那就是所谓的 多个Face的Coding 就是Poly-Face的Coding 这个是一些名词 那当然今天你考虑了 就只有Given在一个Pause裡面 也就是所谓的IntraPause的Modulation 其实也有一些在应用上面 它会需要考虑说 我如果画不同的Pause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在这个IntraPause之间 也去做这个Flequency 跟Face的Modulation 那这件事情 在这个学习的课程 会稍微多讲一些 这个上方学习没有讲到 那这些课程会讲到 会讲到一部分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雷达跟这个雷达微凤 雷达的波形 其实也就是说雷达传统的讯号 有关系的这本学问 你如果有在我学期出 或者是上学期 有介绍一些雷达的原文书的网站里面 你会看到说 其实雷达的讯号 它基本上也可以 它的这个里面的知识含金量 它是也可以独立成为一本 大概三四百页左右的原文书 那大概我在准备这个Lecture的时候 有稍微去把 有一些相关的 有稍微看过 大概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 那所以正学期 其实会花蛮多时间 在这个Lecture上面 因为我应该是已经把 就是适合大家 在课堂方面学习的内容 都已经稍微 把它整整顿到这一篇 这份头影片里面 那所以这份可能 我们预计看 可能四月底前 可不可以把这份头影片把它讲完 那也就是说正学期的 这个Lecture 2的内容 就是会尽量涵盖到说 整个雷达在设计讯号的时候 这个讯号层面的考量 那当然 讯号层面考量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了解了雷达讯号 它怎么传 怎么调变 然后收下来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这都才是可以帮助你去 怎么样在雷达的接收端 receiver端 去做对应的这个 signal processing的设计 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些讯号上面 就是像刚刚所讲的 你会带出这些像是 下一页头影片我们上次上车都有讲过的 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个 这个每一个面向都把它考虑进去 那这些面向是希望帮助你说 你了解了物理意义之后 你可以把它用数据把它封面了出来 那进而包括你如果有对应的研究题目 或者是 或者说有人情报报告 你想要做跟Pause Wavehole相关的study的话 其实你大概不会说 会看到说一个雷达的讯号 你要怎么设计 因为波形其实它就是讯号 那它要怎么设计 你大概会有这几项 比较主要的考量 我不能说这个是全部 但是这个是最比较主要 比较critical 比较important的这些观点 那希望大家至少可以 不管你之后 有没有从事雷达讯号相关的一些 更深入的study 但是希望你至少知道说 当你今天想到说 雷达的signal要怎么设计 或者说你今天在看电视的这些 像我最近确诊 就晚上在那边看那个 有时候保洁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是那个节目 虽然他们最近都在讲无人机 我现在有录影可能不方便讲太多 不过如果你们有认识保洁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我想就被上去被采访一下 这样子 就大概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们最近都在讲 什么乌尔战争啊 然后那个无人机啊 然后台湾的无人机产业最近的发展 这样子 那大概有时候也是会跟有一些说 你现在其实这些东西不外物 就是说你知道怎么攻击 其实你也要知道怎么防御 那大概是有这些 包括说你的防空飞弹的雷达啊 然后或者说防无人机的雷达啊 这些或者是包括就是说 无人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啊 那这些可能都是在这些 节目上 虽然说这些节目 我其实听了一听 就是发现 蛮多时候是那个戏剧效果蛮大的 就是技术含金量好像没有那么深入 不过他们就有时候会讲得非常的夸张 这样子 哇 这样子 哇 那么厉害啊 然后大概会有一些这样子的 可是我就希望说至少大家就是上过这门课 你可能对于 像是比如说你这样设计说 在无人机啊 或缆截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啊 或者说你直接说 那我有一个防空雷达 我是用什么样的评断 为什么我可以侦测到那么高速的飞弹 然后又或者说是防无人机的雷达 为什么防无人机的雷达难做 因为无人机它相对的飞弹 或者是战斗机 它是体积小 速度慢 那这么小的size的目标物 你要怎么样去做政策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上完课之后 你有这个思维至少 你一定是要看得懂那些节目的 然后甚至你要发现说 他们讲的东西 其实有些东西在偷懒笑之类 或者是说就是 或者就是说你其实知道它背后是什么样 那这个就希望给大家的帮助 好 那么快速recap一下上次所讲的 就是你今天要设计一个雷达的波形 你有这几种的设计的考量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SNR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偶尔是在雷达系统的设计里面 或者其实在通讯系统里面 大家都知道说SNR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SNR主要是在你的receiver上去看 那这个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记得 就是说今天 in general我们在讲SNR 其实是指你的receive的signal power 跟你的receiver端的这个thermal noise 的power的打去你的这两个的笔子 不是说你传送端的那个 chance speedsignal跟receiver端的 因为这个比较难去bottle 因为通常你没办法对Wires的channel 去做channel等效的channel gain之类的bottle 那当然我知道在有一些书上面 它可能会刻意是强调说 它是传送端的power versus receiver端的这个打去 可是这个一般除非有特别强调 不然其实这样的更加速其实是不太好的 所以当你今天讲到SNR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你的receive 就是单纯就是讲你receiver端 你的receive的这个desire target signal 你的power跟你的打讯量的比较 那这些东西希望大家有个概念 就是说你今天怎么叫SNR越大 SNR越大最无脑的就是说 你今天把你的传送讯号打长一点 传送讯号打长一点也就代表说 你接收讯号 你要接收一个完整的讯号 也就代表你需要接收长一点的讯号 那这是很直观的事情 你的讯号长度越长 你的这个signal的power 或者说你直接就说signal的energy 它其实是会越大 那这是一个习惯 那在range上面 就是我们今天的pause微风的设计 也就是跟这个一开始 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一下这个match filter 那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在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我们今天所考虑的这个维度 主要就是在整个雷达讯号的这个base kind domain上面 或者说我们说它是range domain 那这两个词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 会交替使用 就请大家有意思留意一下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你在range上面 你就要考虑所谓的range上面的解析度 这个resolution是中文翻译解析度啦 可是我希望大家知道说 我当我们今天在讲说 在什么domain上的range 比如说range domain上resolution的时候 它其实指的是说 你今天在这个range domain上面 你要至少两个目标物要间隔多近 你才解析得出来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跟你的在这个domain上面 你的target 是否能够成功被解析出来有关系 那这个东西range solution 待会也会有一个比较西部的讲解 那希望大家知道 就是说有个初步概念就是说 我把这个附样颜色的字把它标出来 就是说它会跟你的pause的长度 跟你的bandwidth有关系 就是大家记得recap一下这些关键词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stradle rows 就是说我今天 因为我今天是考虑数位渠道 我有可能没办法取样 刚好取到真实的response的peak点 那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就是说会有所谓的stradow stradow是跨座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刚好没有取到 就是如果它真实的response是这样的 它最高点在这里 但是其实你很不幸的 就是说因为你的数位是这样 你刚好取到旁边这两个地方 而你却没有取到真实的 最上面的peak点 这个东西叫做stradle rows 那这个也会跟你的 就是做完match filter的这个 response的那个mainlob的形状 会有关系 这待会会讲 那这边希望大家快速recap一下 有这几个词 然后还有这个sidelob的level 就是我们今天在做所谓的设计讯号的时候 大家可能从学习出包括上去年 就开始有一者听到说 我们在每个维度上面 我们其实要去考虑说 你的讯号的这个mainlob 跟sidelob的样子 那mainlob是算是代表你的target 所在的主要成分 那这个主要成分所对应到的位置 它其实不管它是对应到range 对应到blaston 其实就代表就是说 它的这个 我们雷达系统在侦测的这个目标物 所对应的这个 你想要估测到的这个物理资讯 那所以就是 当然我们会希望mainlob的成分越聚集越好 然后sidelob越小越好 因为sidelob就是我遗漏出去的 我控制不了 遗漏出去的 但是我遗漏出去的量 万一太多 可能会盖过别人的这个mainlob 那这就是所谓的盖台的问题 那包括在这个通用系统里面 你会有听过像是什么near far problem 也就是近远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距离的收到的迅道会比较强 那远距离 你接收到所收到的迅道会比较弱 你可能会有所谓的盖台的问题 那或者是盖台或near far problem 这其实都是跟这个sidelob的量体的关系 那有个词叫做ambiguity 它是跟你在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因为你match builder会在这个所谓的base kind domain 也就是range domain上面去做 那你在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你有时候match builder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说你有一些速度分量的存在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dopper的存在 当你dopper的存在造成你base上的一些便宜 你却没有先对它做补偿 你就直接去做match builder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需要去评估 这个所谓的ambiguity的这件事情 那这也是在这个投影面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会去对它做定义的 那有人刚刚讲这件事情就是说 你接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要是dopper你根本就没有管它 那它会有ambiguity 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说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先去管dopper去的怎么样 那你是不是能够去宣称说 你现在涉及的这个所谓的雷达的post wave 它是不是有足够的dopper的tolerance 它是不是能够在即使你没有对这个dopper should 做预先的补偿 你就直接在range domain上面硬干 直接做match builder而已 那我们可想而知就是说 你因为有一些存在的未知的base量 你就直接忽略它 直接去对这个你的训绕做match builder 对那这样子的话 你能不能还是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会有些失神 那你能不能接受 那这个容忍度是多少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之后会带出一个叫做range relative cover 那它就指的就是说 你可以从这个现象里面去看说 那你是不是可以容忍说 你今天要在range准备上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有这个没有被补偿的dopper式的存在相 你是不是仍然有一个 你可以知道说有一个足够的range 让你还是可以去说 我还是可以估测出来 估测出我要的range 等到这个等下细节也会再讲 然后最后那两个 这两个就是blind run 跟duty cycle 希望大家记得一下 blind run就是盲区 那盲区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跟你的传送的这个pause的长度有关系 所以你今天你的pause长度如果要越长 你的SNR又要越高 也就是说你SNR可能可以越高 那通常SNR越高就是会跟你的这个距离有关系 因为你当然很直观的就是说 你今天你想要侦测越远的目标物 你当然会希望说 我越远的目标物从反射围的讯号 让我在接收端我的SNR能够给NP是够用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你可会让你的pause的lens会变长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的pause length变长的话 你的这个雷达在做扫描的时候 你有一个盲区 这个盲区会越大 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像每个雷达系统它一定都有所谓的盲区 为什么会有盲区 就是因为你要把你的pause 完整的传出去完整的收回来 你才可以对你的这个 target的目标物的这个signal return 你才可以藉由这件事情去知道说 你目标物距离你多长 那因为考虑到真实的这个 线材料处理系统都是所谓的code load system 这等一下也会再讲 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 你的盲区就代表就是说 其实也就代表说 你至少你要花多少的时间 把你的pause传出去 然后花多少时间把你的pause 完整的收回来 你才可以开始的 就对这个目标物所在的距离去做判断 那这个到直到可以完整的做判断的 之前的这件事情 就变成说是有一个盲区的存在 所以今天基本上你如果说 比如说你今天要搭载一个雷达 你可能要考虑到说 你能够支援的 你能够接受盲区多少 比如说我今天搭载在中甲车上面有一台 有一个雷达 那它的盲区是50公尺 那你可能就要想说说 万一有一个 比如说火箭带领之类 飞到你的中甲车的 这个50公尺之类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 可能类似你可能用摄影机之类 去帮忙去做一些政策 因为你的雷达是没办法在50公尺内 对50公尺内的目标屋进行侦测的 那这个就是你在部件 整个防御系统的时候 你是需要去考量的盲区的问题 那通常你如果要支援越远的 这个目标屋的侦测 它的可能盲区就会越大 那当然就是说你盲区 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大型的雷达 它盲区很大的 那当然它的盲区这边 你可能就靠其他的小型雷达去帮忙补足 或者说近距离的话 你可以靠一些光电系统 靠摄影机 或一些其他的感测技术去做一些补 防御系统的这些补足 那这个都是所谓要考量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 YouTube有一些 像是一些防御系统的雷达的一些 一些物件的一些概念的一些示意的影片 你可能大概就会看到说 有这个盲区 那要怎么样 其他人来帮忙补足这个盲区 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有一个duty cycle 那这边希望记得 为什么会有duty cycle 因为呢 我们今天在整个学年的课程里面 我们都是考虑这种所谓的 Post-Dobler的雷达 那这种Post-Dobler雷达 就是说我今天我在given一个PRI 里面 我会有一段 最前面会先留给Transmitter段去打Post 然后Transmitter关掉 换Receiver段去接收 也就是去收割SWAT 我用SWAT这个词 就去收割这个 回来的回播 就是叫做EcoPost 那也就是说 你如果你现在评估说 你今天你可以搭载固件的时候 你的功率的消耗的时候 其实你功率的主要消耗就是 看这个Transmitter段 它其实 因为Post-Dobler是 就是你只一段时间的这个网速 那其实呢 就是这个duty cycle 它其实就是 Transmitter段真的 你有在工作的时间的比例 其实不是全部 因为它有一段时间 有一大段时间 要留给Receiver段去接收 所以 Duty cycle 其实就是说 你在这每一个PRI里面 你真的Transmitter段 有在工作打 发射功率的时候 它的这个 工作的这个cycle是多少 那这是几个专用名词 所以这边你自己可以看到什么 如果说 你今天要设计一个雷达 你可能需要设计雷达的参数 雷达参数包括有很多种 就像是你这个Post 你要打多长 然后以及就是说 你的收割的这个长度要多长 你的整个PRI要多长 然后PRI要几个 然后在一个CPI里面 PRI要几个 然后以及就是说 你能够接受的防御区是多少 然后呢 你的这个你希望 因为你雷达比如说 你今天搭载在装甲车上面 装甲车上面 它可能会有一个发电器 那你发电器 你要设计说 我瞬间的这个发电的功率是几瓦几瓦的 这东西其实就变成说 你今天所看到这几个项目 它都是可以对应到一些 我刚刚所讲的实际层面上面 你要怎么去做设计 怎么去做考量 那你是可以把它数学化 所以到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根据说 你的雷达所要搭载的地方 它的这个需求是多少 你如果有办法用 mathematical的方式 把它formulate出来 那你就可以去设计一个说 那我的 比如说我一定要设计一个Pause 那我这Pause要设计要多长呢 那它搭配在多长的PRI里面 然后以及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计算说 我这Pause多长 我可以让我的接收单回来的这个EchoPause 假设我也考虑了环境的这个衰减 我能不能去guarantee说 我在我的Receiver端 我的SNR够用的 那SNR的Operation 这边这个课程不会讲 因为我们在上学期 我们在讲Later Range Equation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是在教大家 怎么样去formulate这个SNR 然后SNR跟你的距离 是层反比的关系 四字帮反比的关系 那这个细节 如果大家有信息 可以再回去上学期 看Later Range Equation 当然如果教你这个SNR 整个formulate 那这边就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把这几个 这几项记下来 然后如果你之后 尤其是你如果之后 研究上面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是有机会 把这几项 变成都是数学的construction 然后看你要最佳化 对象是什么 这都是可以做设计 好 那我们刚快速recheck了一下 这几个观点 那接下来我们会花六页多影片的时间 讲一下这个大家首知的这个Match Filter 那Match Filter 其实是大家在可能大三的通讯人力的时候 你如果是看Hikey那本课本的时候 你可能在他的第三章 就是甚至是很基本的 包括就是说 如果你是考研究所 我觉得像我以前这样子 其实Match Filter 这个都当成好像是必考读 所以考试前就是全部都背下来就对 然后就是他要干嘛 他其实就是说 他要去说 我做完Match Filter 我可以在我的特定点上面 我可以看到说 他还是有所谓的SNR最大 那这东西Match Filter的重要性 我相信应该大家从大三开始 包括你如果是考研究所的 你都知道说 这边是几乎是必考题的重要性的存在 那我为什么要花六页多影片时间去讲一下 因为呢 在以前的学习过程中 大部分都是直接考虑 就像刚刚讲的 是continuous time signal的表示 那他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要去带出说 你怎么用数学 你怎么去证明说这些事情 他可以去maximize SNR 那以前的主要回应概念是这样子 所以他并不需要去考虑说 我如果是实际上 我真的用在数位的系统上面 数位的就是现在的这些 所谓ESV的相关处理上面 我要怎么去 特别去表示出来 所以你之前 你之前所学的这个Match Filter 大概都是不外物 就是用XLV 直接去做表示 然后这个T是做在 部件大到部件大之间 因为也就是说 之前所学他重点是要带出这个 你要怎么去做Match Filter 带出maximize SNR的概念 他并不会去跟你讲说 你要去实际上考虑说 你如果真的在电脑世界上面 或者真的是 你在实际系统中要怎么运作 那我们这边的核心概念 当然是跟以前大家所学的是一样 那差别在于就是说 这边的表示 或是以这个实际电脑系统上 可以做的表示的 来跟大家快速这样子 所以Volt Rules这个概念 好那 在这六页的投影片之前 就一开始就请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最上面的这个 示意图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示意图的 有几个 我是 这边其实就是说 真的是希望刻意让大家知道说 你今天 不管你以后就做 做什么样的产业 你今天有机会做这个Match Filter 的话 其实你是要考虑到实际上 那个电路系统 是要实际上的考量 那你可以看看我这张图 我这样考虑的就是说 当然我们是从雷达的角度去看 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个横走 它这个横走是从零到 大写N 下标S 然后上标SW 它指的是 Number of samples per swap 也就是说 你现在你有几个主要的samples 然后在这个swath的direction里面 那swath的direction是什么 就是 刚刚讲的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你的receiver 我们今天就是看一个 一个PRI里面的receiver 这一段的swath 所谓的swath duration 那swath duration 希望大家知道 它其实就是对应到 这个DataCube的这一个 这边的这样 这边的点数 其实就是 这一段其实就是swath duration 那它的点数就是指的是 就是有几个Number of samples per swap 好 那这边刻意就是 请大家注意 留意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刻意用 这个DiscreteDataCube的 实作的表示方法 来证明推导这个Match Builder 这是跟一般课本上面 你看不到的表示方式 但是其实核心概念原理是一样 就是核心概念原理是一样 我这边并没有所有的新东西 只是希望让大家习惯 这样子的 在业界上是即可行的做法的表示 好 那你今天就是说 你今天有收到 这个Number of samples per swap 简称用N下方S上面之外 点的这几个点数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说 我这边是从0开始 因为一般在电路系统 或你在电脑程式 除了PayLab这个 刻意语中不同的 这个这种程式语言以外 其他大部分程式语言 都从0开始 这应该大家都知道 那在数学表示上面 我们是习惯用 从0开始 除非特意要强调说 那是什么 1个2个3个4个 那我才会 可能才会选择用1开始的表示给大家看 好 那这边就从0开始 那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今天我收到的回波 也就是说我收到的A code pulse 它落在这里的话 那它的最后一点 我定义它是在横轴的N0这一点 那当然这张图 我们考虑的是接收到 那接收到我现在这边是用Y of N 来做表示 那X of N 指的就是 就是里面传续打持续的PALSE Discrete Time Signal的表示方法 那这边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觉得我传送这边的PALSE 的这个讯号表示 它会经过一个Channel的Gate Channel Gap 因为你去一个回来 那这个H大家先不用太担心 不用去 我这边只是一个表示说 它是有传送的讯号 经过一个Channel 然后它有一个增益 那这个增益多少 我们现在不用 不需要去谈它 它也不会影响到我们 核心概念的这个表述 所以就是大家知道 我这是刻意表现出一个 就是说 反正我打出去 我经过一个Channel 然后它有一个增益 或者是衰减的一个值 那Z of N指的就是 我这边是Z of N指的是 一般的外告是NOS的达讯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CE 其实我这是先 先姑且我先不管Z of N 我也其实也不管这个H 我就说我今天打出去的Pause 我回来 我会落在这个SWATS的Duration 里面的哪里 那它现在就是落在这里 那它的最后一点 是N0的表示 那这张图 请大家看到一个就是说 我这边我的N0 会需要大于你的 传出去的Pause的点数简易 那为什么刻意要想要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 这个Cosal System 什么叫做Cosal System 就是大家如果你学DSP 或缺号语系统 你可能都需要记得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在真实的世界上 你其实只能做Cosal System 那根据演演 什么叫Cosal System 也就是说你今天 你当下的这个值 你当下的这个值 它只能从你当下的过程结果 跟你过去的过程结果 所得到你当下 比如说你今天要 当下要得到的这个值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值 一定是跟过去有的值 你过去有的值 跟当下有的值 才能够构成你现在怎么去决定这个 现在 也就是暗论这个东西 当然也很合理 因为我现在 我这个时间点 所要做的所有的决策 或者是两策 我当然只能分享 我当下这个时间点 所浮测到的内容 然后决策的内容 以及过去曾经 我有存下来的这个资讯 因为未来下一个时间点 要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能够预测 说我未来会收到什么 然后去做我现在 当下这个时间点的决策 所以这个是Cosal System 也就是Cosalology的主要的概念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你一定要有 你现在这个值 要怎么被决定 你一定是跟现在 现在所得到的data 跟过去所得到的data 或这些data所处理过 会有结果有关系 你没办法预测未来 那这个关键就是 这个Cosal Cosal System的主要的关键 那这边我就直接把它叫做Cosalology 所以你这边传到Cosalology 就变成是说 你看哦 你今天你要做Match Builder 那因为我在当图 其实先估计 就预计大家都知道Match Builder 是什么 其实不外乎就是说 你今天你把你收到的讯号 跟你已知的传送讯号 做这个 做Convolution 那怎么做Convolution 你会把你已知的讯号 做 像你Get Bleed的 这个再做Convolution 那其实也就是去做Convolution 我先预测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看哦 你如果说你今天你收到的讯号 是在这里的话 你今天你收到的讯号 你的收到讯号是这样子 那你也知道说 你原本传送的讯号就是那么长 那这样子的话 你要对它做Convolution 或者你最后做Convolution 或者你最后做Convolution的话 你看它最后它变出来 结果实际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应该大家都能直观 你两个方波做Convolution 它会变成一个三角波 好那如果你看哦 你这边有一个方波 你跟你自己要去做Auto Correlation 的话 你收到讯号 那从这一点开始收到 它最后也在N0 那你这个方波跟你自己这个 有一个方波滑过来 要去做Convolution的话 它变成的三角波 它的落到的对应位置 会是在右边这边 也就是说 你原本你这个EchoPulse的最后一点 它会成为你跟你自己 全是MeterDone的这个Pulse 做Convolution后 这个三角波的这个 整顶点会落在哪里 就是会落在这个Peak上 然后最后这边会有一些 稳断这样的漏出来 那所以这个东西会多长 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你先两个 两串Sequence做Convolution 就是如果你第一串是N 第二串是L 那你做Convolution就是N加L-1 全部就是N加L-1.1 那所以这边要强调就是说 你今天所定义的这个图的这个N0 这个N0它第一个 你要能够完整的去做 这个Convolution的话 你要考虑到去让你系统 理所学过的这个Cosology 这个Cosology System的概念 那你如果考虑到这个概念之后 你会发现说 你真的要得到一个完整的三脚坡 的这个 并且早时化Peak点的话 你需要你的N0 它是大于等于这个Pause的长度减 因为你N0如果比如说 你N0落在这边的话 比如说你的N0 都在最前面这里 但是你前面的东西 你Swash是从0点才开始搜的 那你这边根本就搜不满 你这边根本就搜不满 你根本就搜不满 你根本就没有搜集到足够满的资讯 就是让我们去做MatchView 能让你怎么做 那所以你如果在这边 你如果N0是在这边 也就是说你的Echo Pulse 的最后一点 N0如果是在比如说 最前面这边的话 其实这边所 你在这边 你只有这 比如说你这边只有三点的资讯 你拿这三点的资讯 为什么说三点资讯 因为你的Swash是从0点 这个对应到这边的0点 才开始搜进来 你如果拿这三点 去跟你的完整的整个 比如说有七点的这个 Pulse做Complusion 你这边从Comp and Rule出来的东西 这东西其实是不足以 不足以代表什么样的资讯 不足以代表一个完整的资讯 所以这边有个东西 希望大家注意 就是说 你要今天考虑到实际系统上 你有Swash的Duration 你今天要真的能够开始 去做一个Match Builder 也就是做Correlation的话 你需要考虑到Signal and System 的这个Patholity的问题 那你考虑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个Apple Cloud的最后一点 这个Ending 它必须要大于等于 你的Pulse的点数解析 你这样才有办法 就是建构出像是右边 这个 你才可以完整建构出 它一个做完Correlation后的结果 并且呢 你会在Ending这个点 找到有SNR最大的这个Pillar 那我这里把它叫做Correlation Ping 那这件事情 就希望大家透过这个示意图 可以看到 可以知道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会 简单的来带一下 用这样子的表示式的 这个推导结果 那当然直接先讲结论 什么叫做Match Filter 它其实就是不外乎 就把你已知的 Transmediate段的Pulse 这个XN 它会去做 去Conjugate 然后并且是左右去做N0 所以它的数据表示式就是这样 就是你把X做去Conjugate 然后因为你必须要考虑到说 你的最后一点是N0 那它翻转的结果就变成说 它的数据上的表示 会是这样的表示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推导证明一下这件事情 那这边 一样再次强调 这边的核心概念跟 后面课本 跟DSP课本上面所谓的核心概念是一样的 差别只在于就是说 我们考虑真正在雷达系统上 在真正数位世界运作中 你必须要考虑Postology 那你今天真的能够 大家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 也就是说对应这个图 你这个ApplePod的最后一点 这个N0必须要落在 这个SWAS的这个NSP-1点之后 你才可以去建构出一个完整的Mesh Builder 领后的结果 所谓完整的建构出来 也就变成说你才可以真的去找到 这个有效的这个SNR会最大的这一点 那它就会落在这个DN0点 那就这样子这样的措施 那这个是主要的核心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快速就勾出一下 你要怎么推倒这件事情 那基本上我预设这些 这些数据技巧应该是大家都 都可以接受的 虽然说这边看起来数据很多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快速带过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六页图要都是要讲这个而已 那 所以我们来看 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收到的这个 这个复数的讯号 它是DiscreteTimes1 那它就是Equestion2 那就是刚刚左上角这样子 那大家记得就是说 我们这边会用N这个Index 它是属于这个集合的表示 那这个Z值得是整数的意思 那这边就是一样 就是跟大家 请大家记得就是说 这种表示方法指的就是说 01 然后到N S SW 下标-1 的这个集合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小写 N的这个Index 它就是 它会有这几种的选择 那因为呢 写下面这样子的表示实在太长了 所以 我在播文片里面 都用这个大写之一的 那个集合来做表示 就是希望大家熟悉我 这是我自己这边的 就是希望大家记得 所以H代表是一个 综合的 传织域 跟回来的 这个Channel Gain 我们可以先不管它 它指的就是说 我去他有经过一个Channel 那 这个XN 它就是你接你所传织 出去的Pause的点数 那Pause的点数 我们用 Number of Samples 和Pause 也就是这个符号来表示 就是下标S 上标P 它指的是 Number of Samples 和Pause 那它呢 它会被接收 那它会被接收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 它会被接收来 我们假定它被接收回来的 最后一点是落在N0 那刚刚有讲说 我们真的要考虑到 一个有效的Match Builder的结果 你是必须要 这个N0 是大于等于 nsp-1 那这个东西是 刚刚有讲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是 它如果你有定义 这个N0 这个N0的这个 Time Index的点 它其实就是会对应到说 你今天经过了多少的距离 两倍 因爲 为什么说两倍 因爲去跟回来 两倍的去 就是去跟回来 假定是一样的距离 所以你要成为2 然后你有距离 然后又有电磁波 所传送的速度 就是假定为它是光速的话 那它其实 这个N0 就是对应到这个时间点的T0 也就是对应到说 你看你有N0 你有T0 你其实就可以换算回说 这个Target距离的多远 就是这个小写的R 那这个希望大家 这个概念应该是R 应该都有的概念 因为 我们现在就是在FaceTime 东边上 也就是Range 东边上的分 博恩物在这边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去估测说 这个目标物距离我多远 也就是它距离我的Range 是多少 所以大家这边看到这个图 关键是这个N0 这个N0 这个N0 会带出说 你接你这个Target距离你多远的R的资讯 所以这个N0是很重要 那在雷达系统里面 以及我这 这边的表示 其实就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跟以前的搜索人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们刻意强调说 这个N0的定义是怎么样 那希望大家知道 那这里有N就是 IID的这个外包圈论识 这个我预测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它就是 它的这个统计资讯呢 就是它的平均值是0 然后它Variance 我们用SigmaZ 以防来表示 那这个东西大家 刚刚也讲过了 就是Number of Samples In a Swat Generation 那我们用这个 大写N 然后下标下标 上下标的方式来表示这个物理 那今天 当然我们都已经知道结果了 我们的MatchBuilder 它的点数 其实它应该会跟这个 TransmitPause的点数一样长 那在推导上 我们先假设我们不知道 那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 刻意假设不知道的话 就是我们先用一个 Number of Samples In this finitePauseResponse的这个 这个表示方法 就是NSM来表示 就是说你的MatchBuilder的长度是过长 那当然我们知道结论是 结论是MatchBuilder的长度 就是会跟你全DNA的 这个Pause的长度是一样 好 那第一页讲解 那接下来就是 这种东西呢 不会问就是说 你今天要怎么样去做一个 什么所谓的 Maximus SNR的设计 那你就要给定一个 足够清楚的Program Statement 那这边我昨天在背课的时候 其实有想到 就是说各位同学 如果你刚好有机会 在有时候说一下 或者是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 现在是说了讲的 或者是说一下 你们去参加一些 比如说属籍师医生啊 或 野巴迪连医相关的 这些面试的话 就是有时候 就是也蛮建议大家 就是你们 有时候在 表述说 你们自己的Research Topic的时候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 这个Program Statement 讲清楚 因为这个东西是对 对于面试官 或者是说 包括你在做研究 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才会知道说 当你Program Statement 讲清楚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 你才会容易让听的人知道说 你到底是要处理什么样东西 因为有时候你 你稀里花啦 他讲一大堆说 你问题怎么解 但是其实 其实就是说 听到说 听的人还是不知道 你要解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你的那些处理过程 就很复杂 那基本上 就是短期 就是只听一次 基本上报告的人 他其实是听不太懂的 那所以就是说 也趁此这边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你有机会的话 像下面你可以看到说 像我们有六页投影片 其实这六页投影片 的关键 如果你可以用 这个Program Statement 来做表达 其实原必 原必 你去跟报告的人讲 后面这些数学是 还来的重要 那这边也是 就我有一些 面试上的经验 你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建议多位同学 可以把你的 不管你在哪里面试 你都可以把你的Program Statement 讲清楚 然后让你的 听的听众 会有共鸣 跟你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他才会有感觉 去看你 后面你是用了多复杂 多困难的这些 数学的过程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边刚好 题外话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所以我们 为了有这个训练的过程 我们就以这个Match Builder 为例 我这边就自己去写了一个说 我们要怎么给他一个Program Statement 那当然这个Program Statement 其实在课本里面也有 只是课本里面 不会特意强调说 你要去把这个学下来 那希望大家能知道说 Program Statement是重要的 你要怎么去把你的问题 表出定义的清楚 那你可以看到说 那我这边怎么去定义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去设计一个 这个nsf长度的 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 那我们用xf 来表示 那我们要设计它干嘛呢 就是要为了你所收到的这个 Y的训练去做设计 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了这个 你所收到的训练去做一个 nsf长度的这个finite impulse filter的设计呢 他目的就是希望说 当我所收到的训练 我跟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的作用之后 也就是做感播论训练之后 所得到的这个R的这个训练 我可以确保说在这个n0的这一点 那n0这一点刚刚有一个标准 就是它跟 它比那个post的长度还长 我们希望说在n0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的这个smr最大 那这个就是它的progress 7 我们今天要设计这个nsf长度的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 我们用fn来表示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当我们把所收到的训练 跟这个fn做 convolution之后呢 我可以去确保说 它在特定的一个时间点n0的时候 它有snr最大 那这个就是它的progress statement 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做这样的设计 那下面的过程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就快速走过 所以你今天你所收到的训练 是webfn 那它经过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后 它其实就是跟它在台中备上面做convolution 那你说我所收到的这个fn 它就用m来表示 那我这边特意有换它的这个time index的表示 因为这是为了整个完整表述起见 因为n的话我们有定义它的范围 那因为我们做完convolution之后 你的这个训练整个sequence会变成 那所以我这边用一个小写m来做一个表示 那小写m呢 它就是会落在这个你的这个swath的这个点数 跟这个你做builder后的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的长度 然后相加减移 它其实就是convolution后的结果 它应该会变得那么长 那当然实际上呢 在雷达系统里面你的这个swath duration 其实你能够看的其实还是只有零到零到sw-1这一段 所以它说正确的这一段 其实倒是也是只会丢掉 那不过没关系 因为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去知道说这个n0 n0代表就是说 你真的可以去找到这个目标屋 距离点的这个实质有效的这个pulse的最后一点 这个n0在哪里 那所以其实后面的东西丢掉也没关系 因为你本来那边就拿不完整 那就是你的这个经过这个pulse code 你的pulse code 我们用rm来表示 那我们要确保就是说 当你的handindex 现在用m来表示的话 它在n0的时候 它有snr最大 所以我们就要看它snr最过分类 那所以你有第三试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说h 我们就是把它对应到这边 因为snr我们就考虑是有个什么地方 那你的这个讯号 也就是你的传送讯号的这一个部分 它也会跟这个n做convolution 那我们link它们做完的这个表示 是用s of m的表示 那我们要考虑是m等于n0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snr的分子项 那分母项就是它的nose 那nose这个应该大家都在手机不过 那nose这一项我们也知道说 它会跟biltr做convolution 那我们link它们两个做完convolution的表示 是用w来表示 那因为nose nose有随机性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考虑说 它对它存在什么 要不要取希望值 那我们就有这个snr的population 就是第44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今天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样是recap一下 我们的成用的dhp技术 就是这个所谓的basedconvolution basedconvolution basedconvolution会用在什么时候 就是当你在 你有两个tine domain的sign 做convolution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等效于在biltr的准备上面做点程 然后再把它做idfd把它转回来 那这个我也先预设 大家应该知道有这回事 那这回事的操作就叫做basedconvolu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要怎么得到这个s of n 它其实就是不外乎 就是把你的x of n跟f of n做dfd 那你要做几点 你可以做大写m的dfd 然后做完dfd做点程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点程完了 结果做idfd把它转回来 转回它准备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写m要怎么决定 大写m我们会知道说 我们今天我的swap的长度是nsw 这个表示方法 那我今天跟一个finitebus response做convolution 那它其实不外乎就是说 它如果需要点数至少就是nssw 再加nsf-1这么多点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我一定要做xconvolution 我希望可以用快速固域的转换方式 就是我希望我的m它是2的m次方 所以2的m次方至少要大于 你这个中电数 那这个应该预设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回事 那当然实际上你今天在有机会 做电路上有时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做这些 我做这些数位減到的讨量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是简单的表示 就是说n它的bmto 结果是用大写的x 然后用discretefrequency的index小减k来表示 那就可以等效于5a的最后 和5b的最后这两次 好 那这边预测大家应该是要有 基本的数学能力应该是可以跟得上 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你至少要记得这个Problem Statement 就是我们目标就是做这件事情 所以才会有对下面这些 理理扣扣的推导 好 那我们就快速把这边带过就好 那 s of m 它如果用 当然考虑了这个 based convolution 的表示方法 你就会有这个所谓的6a 6a的这个式子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边就是用 Ring domain上的表示方法 然后它会做idlg 所以又会呈上一项这个 dmjn 那我们要考虑的是m等于n0的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6b 我们就把这个m等于n0把它带进去 好 那有了这个式子之后 就是有一个 就是大家熟悉不过的 这个科西swalds的不同式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东西就是说当你这里面 这个绝对值平方里面这一项 你对这整个绝对值平方 它里面如果有两项的话 你可以把它拆成 这是各自一项的绝对值平方 乘上下一项的这个绝对值平方 那这东西也是预设 大家应该是从大二开始 都已经常常在电机领域的 功能数据里面有看过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我们要看s of n0的绝对值平方 因为我们要去推这个snr的这一项 就是第四次的这个右边这一项 好所以呢 这个科西不等式呢 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这两项相乘的绝对值平方 可以变成各自的绝对值平方的相乘 那它的关系呢 就是一个小限 那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帮助你找到 所谓的上界 因为你是 你原本的东西是这样子 那你变成到跟GP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你会找到说 它的上界 其实就是它的各自的绝对值平方相乘 那你就可以找到所谓上界 那上界是什么 就是跟你的snr的max有关系 好那 所以就是有这个科西不等式 就可以个别猜成这两项 那科西不等式的这个等号要成立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要满足这个上界的时候 它其实有个 有个直接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跟大家很熟悉 就是你今天手要设计的对象是这个F 那你今天要让这个等号成立 那你就是让你的F 它就是你前面这一项的这个 的一个倍数的关系 就是就是F of K 就是你的前面这一项 引致东西的倍数的关系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让科西不等式的等号成立 它有一个你要设计的对象的结果 它其实F of K 它就是Eva 4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说Eva 4 跟就是这一项呢 就是APA它是一个Dominable 也就是说它是可有可无 它是多少常数 任意的常数其实都不影响 最后的结果 那关键是这一项 那关键是这一项 就是说 你APA先不看 就令它的比例就OK了 关键就是说 它的F of K的设计 就是刚好要是 你的前面这一项 X of K 它取CompGate 的结果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CompGate 那这边原本是X of K 这些什么东西的 这边变成X of K -J 什么东西的 好 那这个就是F of K 的结果 如果你的F of K 是长 第八式这个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让你 这个第七A 七B式的 这个科西不等式的 这个等号成立 那所谓的等号成立 就是说 当等号成立的时候 这一项会最大 那这一项会最大 就是对应到最前面这个 我们要找SNR最大的 那所以F of K 那F of K 它是一个 Brequent domain上面的表示 那所以有 Brequent domain上面的表示 你就可以把它变为 Title domain的表示 那就是把这个F of K 再对它做IDF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9A 它的Title domain的表示 知道吗 那我们对F of K 做IDF 你就会看到说 它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X of K 大家这边就有Count-Gain 然后在X-Count-Gain 这边如果有Count-Gain 就是负号变正号变负号 那我们就把这个Count-Gain 提出来 变成左B 这个式子 那左B这个式子 你可以看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只看中括号 里面的话 它其实它就是 把X 大写X of K 做IDF 那我们考虑到说 它的时间的关系 是N0-I 所以它的Title domain的表示 又回到这个971的 这个表示方式 就是这个小写X Count-Gain 然后N0-I 那这Count-Gain 就是从这中括号外面 这Count-Gain 大家把它放下来 那这东西就只是一些 一些符号的变数代换 那我预设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不外乎就是在做DFD 在做IDFD的这个数据配奏结果而已 然后你要考虑一些 开讯的问题 那它就变成有97的这个结果 所以其实从97的结果 你就会看到说 你今天所要设计的这个 nsf长度的这个Match-Gain 它其实它的长度 会跟你的这个 transmit cost的长度是一样 也就是你的nsf 会等于nsp 那这个i呢 这个i会落在哪 什么区间呢 i它其实就是从0到1 到这个nsf-1 之间的点数 好那所以这些就是97 那我们刚刚有说嘛 这个alpha它其实是一个任意常数 那它也就是一种 所谓的dummy variable 那基本上我们alpha 给不管它 我们就简单定它的迷就好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证明出了 就是说 你今天要让snr最大 你需要考虑到 刚刚的这个科系不等式的这个 你需要使用到这样的技巧 使用到这样的技巧 你会知道说等号成立的时候 f该是多少 然后因为f它是bregdomain上表示 你再把它转为title面的表示 你就可以证明出来说 你的matchbuilder的title面的表示 它就是用9d的这个式子 那9d的这个式子传达出什么 它就是你的transmitter段的pulse 那我们一直有强调说 在雷达系统里面 你传送传了什么样的讯号 因为你的传送机跟接收机是在一起的 所以你的接收机知道 你传送机在传什么样的讯号 所以你的雷达的接收段 你是知道你的transmitter段 所打出去的这个xn 它长成这样子 那我们要考虑的是说 你今天在 这边主要的回形概念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n0 那这个n0 你有了这个n0之后 你就可以去把它 对于在n0上 你要有snr最大的这样子的式子 去把它推导出来 就是9d的这个最后的结果 那这边就是要注意 就是说n0 就是如刚刚应该所强调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说 你的这个 要做conclusion的这个match filter的这个pods的长度 nsf的传送端的pods的长度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n0 你要考虑到pods system的这个概念 n0一定要大于等于nsb-1 你才可以建构出有效 你才可以有效的在n0上面 建构出有所谓的snr最大的这个结果 好那所以呢 来看看就是说我们证明出来的吧 那既然就看出说 那如果我们把9d这个东西带进去 带进去那个snr式子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写出来 那snr式子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s of n0 也就是这个snr的这一项 右边这一项 刚刚都在搞的一项 那所以就把推导结果带进来 那f of k 我们刚刚透过刚刚的证明 也知道说f of k 它其实就是x of k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刚刚的推导结果带进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我会当你的s of n0 s of n0就是你的 你的传统讯号 跟你的这个match builder 做convolution之后的结果 那它的话 它如果当它有最大的时候 因为我要让snr最大 那它有最大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变成说 你把f of k 变成x of k 带进去 那你就会发现这两项拆起来之后 我们令x of k 它的energy是1 下不了x的话 那它刚好是两个e x相乘 那就是ex of k 那我们就讲解完了 主要的核心概念 就是这个match builder的这个 主要讯号的这个 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快速看一下 杂讯的部分 那杂讯的部分就是 你把你原本收到的杂讯 你也会跟这个match builder做convolution 那就是此一世的这个结果 那title面上 这边是title面的表示 那右边就是等效率用faceconvolution 就是perinomate上面点成 然后再做ipfd把它转回来的表示方法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快速带过 就是11次呢 现在我们就要看到12a 12b 到12d 那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说我今天对于这个有做filter的nodes 我对它取期望值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是考虑的是0min的坏报信用词 那所以其实它在perinomate上 可能就是你把期望值直接带进来 它其实这边还是0 所以它一样是一个0min的这个表示 那会比较不一样就是说 它的这个variance的表示 因为你需要考虑到说 你原本的坏报信用词 它跟一个filter做convolution后 会变怎样 那我们用perinomate上面来看 一样在前面这边 Zer K这边 你会看到说它一样是符合 原本的坏报信用词的这个0min 也就是说它如果一样的话 它就是0 它不一样的话 它就会有个variance在 K跟Kfrom不一样的时候 那接下来关键就把这个f of k 的其他这一项整理一下 那我们知道f of k 它其实就是x of k 的这样一个配置项 那这个配置项 那这个配置项 并不影响你的总体的这个power的量子 也不影响你绝对子平方后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说就是 其实从1227呢 你会变12D 也就是说你原本的这个z of k 也就是原本的noise 的这个variance 这一项把它提出来 那最后它就是会给你像就是 这个match build the hole 它的这个energy 就是match builder的energy 那其实就是match builder 其实就是它的pring domain 表示其实就是x of k 那它其实就是 它的绝对子平方法 每个点数上面认起来 它的error就是x 代表值 好所以这边我们快速带过这个noise的结果 那所以最后呢 最后我把刚刚做的这个 最后我稍微整理一下 就变成说你今天你要有 不会最大的snr 在n0这个时间点最大的snr 你就会看到说 我们刚刚把这个 绝对值得这个 里面有sn0这一项 我们知道说它是ex平方 那分母这一项呢 就是我们的noise 经过这个match builder 它的这个noise power 会变成原本的这个noise power sigma z平方 然后在层上你经过了这个match builder 它这个match builder的enrange 它是ex 所以让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相消 你就证明出来说 当你考虑match builder的时候 它的snr 它的comparation是怎么写 就是第三次最右边的结果 就是channel gain的平方 然后你分子项 还有一个ex 然后分母项呢 因为刚刚有消掉了 所以它还是只有 只剩下这个 原本noise的这个答讯的量级 那我们就证明出来 所以说你今天考虑match builder 然后它有snr最大 然后怎么写 就是第13次的这个结果 好 那最后这边就是带一下 就是说match builder 这件事情呢 它其实就是在做这个 你刚可以看到说match builder 它其实不外乎就是你把 你把收到的讯号 跟你的 你已知的传送讯号 然后你已知的传送讯号 你把它取 come to gain 然后再做左右翻转 这个b 这样其实就是9d 9d你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就把传送讯号 取 然后呢 n0减 i 它不外乎指的就是说 它把你的变化 会做一个左右的反转 那 也就是所谓的简称 当然 比如说你先去写match builder 它其实不外乎就是 取come to gain 然后再做 再取不利 其实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样的话 这种操作 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视为说 它其实是在对 所以你把你所收到的讯号 跟你传送的 就是这样去做correlation 那它是determined state的correlation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传送的讯号 我接收的讯号 跟我 主要做fence builder 的这个 我在这边做convolution 它其实就是convolution的定义 也可以写成这个表示方式 就是中间这个表示方式 那这东西其实就是又符合了 这个做correlation的定义的表示方式 那f of l-n 你知道f它是x 去convolution 那所以你就会把它带进来 把刚刚的这个 我们推导的结果 把这个东西带进来 你就可以写成第14式 那就从第14式 你来看说 如果你先假定你所收到的讯号 就是 就是完美的承送变号的话 那其实就是在做autoporrelation 那自己跟自己做correlation 就是叫做autoporrelation 那其实autoporrelation 定义应该先 上游戏有讲过 那大家也 为预计大家应该都会熟悉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先 这个14式 其实你如果先 先考虑q的话 你先让q的0 然后呢 你今天假设你收到的讯号 就是x of n 那其实就是 你自己在做autoporrelation 那autoporrelation pick会发生在哪里 就是会发生在 这个所谓的n0 那所以这边 大家从数学上 你会看到说 我们今天在讲这些 所谓的match filter 然后在做correlation 或者说在做 这些webform的autoporrelation 的评估 这些事情 其实它的数学关系 大概就是你从这六个头 变得没可以长到 那所以就是说 希望大家知道说 你今天有时候 我在讲说 做match filter 是什么 那有时候我们头语上 会讲说 那就是把收到讯号 跟这个 我所已知的transmary pause 去做correlation 那又或者是说 我只是想要去看说 我的这个pause webform的特性是什么 我可能也先不用管说 我接受到的 那个渠道长什么样子 我主要是要看说 我如果自己 跟自己做autoporrelation 后它有什么样的表现 因为有时候接收的渠道 包含很多 很多随机的不完美性 我可能没办法掌握那么多 我今天如果 纯粹只是单纯 要来看看说 我怎么样去设计 一个pause 和webform 它自己有什么样 它自己可以 跟自己做完 porrelation之后 可以带出什么样的特性 或者说 就是会把自己所设计的渠道 跟自己去做autoporrelation 我就可以去反映出说 那它如果做完porrelation之后 它应该会有什么样的 manover 跟cellover的特性的关系 所以这几个名词 包括这几个数学式的本质 它其实是 在这六页的图片里面 你其实可以看的 书人海 它里面定义式的这些的关系 那所以之后 就是我们会在 我们有时候讲 Match Builder的时候 就请大家自动联想到说 它其实就是在把你收到 设计跟 设计做 correlation 就是这个词 这两个名词 我们会交替用 然后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在整个图片里面 我们也会介绍说 我们要怎么去设计 这个pause的webform 那有时候我们在设计 pause的webform 我们自己考虑自己 跟自己关系的本质上 我们有时候会说 那我们就是考虑 它autocorrelation 后的结果 那这个口语上 就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这些的表达 那这些表达的关系 怎么来 就在这六月的图片里面 大家可以找到 好 那大概我们今天 第一部分 我们就先提到这里 那 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到这个2点40 然后请 待会删除报告的同学 可能是4月 请4月8号要报告的同学先 第一个优先 就照我们那个tobb的顺序 然后请 请你们过来跟我确认一下 你的投影片 然后一起确认一下 你们要不要被录影 那 那就请 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我们就先下课 然后计计 2点40 那请 计票也一起下来 然后可能助教 你先说明一下那个 那个 评分表单的事情 就是把那个评分的连结 再PO一下 然后请大家记得 就是说 你如果是 你今天如果是线上参加的同学 你也是可以发问的 就请线上的同学 你不要忘记 你有发问的权利 那 就是这样子 应该说没有发问的权利 只有补课的同学 可以帮他问 然后其他 你如果现在线上 有及时参加的 你是可以发问的 好 那就鼓励大家多问问题 然后因为 我们上次缺一堂课 所以大家应该是 因为全部一起少了一个 实体出期分出1.5分 所以鼓励大家 今天也可以多问 那基本上 从课堂报告的时间 我跟助教不会抓太紧 就是以大家有问题 就尽量多问为主 好 那就先这样子 好 谢谢 等一下我应该是第一个 我要先去一下厕所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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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